現在我和阿萬計畫要走的是獅頭山步道 可是 下雨了 所以我們改走水連橋步道 步道就位在獅山遊客中心的對面 先是下坡 因為下雨 步道有些泥膩而且失滑 這裡有一座1918年興建的糯米橋 可惜我們只從上經過 沒有拍到整座橋的樣貌 步道是沿著石子溪披建 有峽谷 一線天 浮屑等等的地形 另外 既然稱之為水連橋步道 當然是有一座水連橋 今天下雨 水勢看起來還不小 過了水連橋後 開始上坡 長約500公尺的步道 走來並不累 雨天加上山欄 也別有一番失意 走完上坡 會接上水連洞步道 這條步道更短 往下大約250公尺 就會看見獅山風景區內 最大的天然岩洞 因為夏天會有水流從上而下 故稱之為水連洞 洞內中 大雄寶殿空奉著斯加摩尼佛 洞前就是石子溪 一樣是峽谷 一線天等等的地形 順著步道往上游走 可以小歐一圈 來到水連洞的停車場 然後再順著步游路走一小段 就可以回到 石山遊客中心的停車場 下雨天 可以走這麼一小段的步道 也是很棒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我記得好… ……… ……… …………